第三百五十一张连霜,哭,赵凡被击落于站台,那衣衫蓝绿,不知破裂了多少,鲜血染红了衣衫不过,在赵凡落地后,那刀红一颤,被和天明收敛,饶是如此,依旧有着一股强大的余波冲击而来,震得赵凡不断吐血,那脸色显得苍白而憔悴,赵凡败了。 可师兄好厉害,刚才他的身法之快,简直如同鬼魅,太快了。那些观战的修者全部愣住了,没有想到赵师兄居然败了,许多人还一脸错愕,刚才赵凡明明气势凌人,要占据上风了啊。 赵凡居然败了,袁崇也是露出一脸错愕,赵师兄的确力量强大,可是缺少了变化,赵师兄当时狂霸之余又多了几分灵动,故而胜了,灵飞说道,经过此战,他也是略有名物,强者之战,仅仅是一个疏忽,便可定生死,赵凡看似不比赫天明弱,可就是一个疏忽,就败了,这就是武道,实际上,也是赵凡对武道奥义的掌控不如赫天明,此次赫天明胜。 低沉的声音从演武场中响起,却见得一个长者开口,宣布了这次比试结果,赵凡落败,一个老人大手一扶,一道元气席卷,直接将之射入了那高台之上,此人正是凌云宗的一个长老,姓赵,乃是赵凡的祖老,这是疗伤药,赵长老取出疗伤药给赵凡,如今我已经凝聚了武魂当中的奥义之吻,融入己身,没有想到,还是败了,赵凡一脸沮丧,你的重力武魂深奥无比,只是, 你此时还只是触及皮毛,当你真正领悟重力武魂之奥义时,那战力绝非常人可比,不过你出手时还不够灵动,少了几分变化,自然无法得心应手的克敌至胜了,赵长老说道,如赫天明,他便知道出其不意,急于你雷霆一击,这就是你的不足之处。 只是,重力武魂,本就是以力破敌,赵凡众媒道,也是如此,他一直少了几分灵动,谁说了以力破敌便不能清零如风。 赵长老审声道,武道可举重若轻,也可举轻若重。 一切随心,才是武道的至高傲义,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一切随心。 赵凡若有所悟,你好好参悟吧,赵长老道,等你明误此点时,必将有着飞跃的提升。 嗯,赵凡重重地点了点头,便是开始疗伤,此次他看似狼狈,却因为穿了防御软甲,所以只是伤及皮肉,伤势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 见赵凡开始疗伤,旁边那些长者也是微微一笑,并没有露出冷落的意思,反而,众人对赵凡的表现也是极为满意,因为他们在赵凡身上看到了潜力,或许,他此时不如赫天明,可只要能进步,便有超越后者的机会,林飞来了。 当谋光从赵凡身上一开时,高台上的长老那谋光一动,便是发现了远处的林飞,当下,立即有直视前去相迎,林飞被引向连双等人所端坐的看台,是林飞来了。 那便是林飞丹师吗?没有想到那么年轻,那是,他可是我林云宗最年轻的恋丹师,当林飞出现,场中立即引起了一片哗然,不过,他来这,难道也想参加会比? 我看有可能,他在武道上的天赋可是不差啊。一轮声不绝,很快无数道眸光落在林飞的身上,那台上的赫天明俨然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光芒,这才是天之骄子啊。 蹬在林飞身边的圆虫一脸唏嘘,本来,赫天明获胜,正是荣耀加身的时候,可林飞一出现,众人就转移了视线,可见林飞风头之胜,这让赫天明也是不由苦涩一笑,林丹师也来了,林飞落足,那方人立即投来了眸光,林飞。 我怎么感觉他的气息变得比以前又强了几分,方人眸光一凝,露出差异之色,在方人身边,连双那长长的睫毛眨洞,眸光流转,瞅向了前方那正漫步而来的林飞,他应该已经迈入了天丹镜,在略微感应后,连双说道,什么,他已经迈入了天丹镜。 方人露出震惊之色,怎么可能,他入门也仅仅才刚到一年啊?你仔细感应一番便知道了,连双膝自如今,真达到了天丹镜。 那他的天赋,岂不是比你还强?方人满脸差异,连双却是不语,在他脸上看不出一丝波澜,似乎,在他眼中,这些虚名,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又或者,他之前若想冲击,早就可以迈入天丹镜了。 所以对此根本不屑评价,这是身为天才所拥有的骄傲,不过,虽然傲然冷艳,可连双瞅向林飞时,那眼睛当中明显多了几分看重,林飞被安排在连双这一排的边缘之处。 原宠与之并排而坐,场中的师兄弟,纷纷向着林飞投来问候的眸光,林飞也是回过去问候的笑容。 随后,他的视线便落在了前方的站台上,此时天丹镜修者的切磋已经进行到了最后,就差连双师妹没有出手了。 在林飞身边,黄蜂低声说道,连双师妹也是此次会比的焦点,显然,便是他也极为期待连双此次能出手全力一战,已经是最后一场了吗? 文言,林飞一笑道,那我此次来得倒是及时。 呵呵,若是林丹师愿意,也可上去切磋一二,王峰笑道,我。 林飞一笑,并没有多言,那眸光便是锁定了前方的比赛台,连双,你可要一战。 高台上,那宣布结果的长者眸光一动,锁定了对面那端坐着的连双,这种会比,也并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参加,所以此老才会询问连双的意见。 至于贺天明,他本来是想开口挑战连双,可是他又没有胜利的把握,所以也就没有立即开口。 如今让这长者开口询问,确实化解了他的尴尬,连双,连双。 顿时,演武场当中,立即响起了一片起哄声,一个个青年都满脸火热地盯着连双,欢呼着他的名字,显然,这些人都在等待着连双出手,等待着他展现出他那爵士风姿,可以说,此次演武场中之所以能有数万人来此观战,一切皆是因为连双,嘻嘻,连双是姐,该了出手展现出你的爵士风姿了,方圆也是带着 几分小兴奋,丑相连双,在凌云中,女弟子可是极少有如连双这般精彩绝艳的啊,能有这种人物为女子争光,方圆也是感到无比的自豪,此时,林妃微微一笑,也投来了七许的眸光,连双似有感应,那眸光微动,看了林妃一眼,而后,他那迟疑的样子终于是有所变化,旋即,众人便是看到连双起身,那曼妙儿修长的身姿立即便是展现而出,自可一战,连双起身, 他面容依旧冷艳无比,只见得他朱唇清起淡淡地说道,这声音清脆悦耳,如同雪山当中传来的清泉之声,让人舒心,可当中那股冰寒,又让人退窃,一种高不可攀的感觉从心而起,对于连双的语气,林云宗的弟子似乎早就习意为常,没有人因此感到不满,反而众人无比兴奋,许多人更是露出陶醉的表情, 要知道,这连双平时独来独往,沉默寡言,少有人可听得他开口,如今能得听家人之语,那些青年又怎么会不为之兴奋了? 请,比赛台上,贺天明也是略显兴奋,瞅向连双时一副蠢蠢欲动的模样,本来,他自认天赋异禀,少有人可比,事实上,在林云宗同代的弟子却少有人能和他堪比,可是,不想他仅仅是风光了一段时间后,一个新入门的女子便是一军突起,抢占了他所有的光芒,为此,贺天明曾与连双比试过,可是皆是惨败而归,此时距离他们上次切磋,已经过去了半年,这半年, 他们都迈入了天丹境,贺天明的舞蹈奥义也是有所提升,所以他很想趁此与连双一战,看看两人之间是否真的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还是仅仅是只差一步,对于他而言,战胜连双已经成为了一个执念,也成为了一个目标,连双很淡漠,他眸光一闪,那连不迈出,直接漫步于空,走向前方的比赛台,只见得他每一步走出,脚下光纹闪烁,有着剑连演化而出,演舞场中,连双一步, 一见脸,那蓝色长裙随风而动,三千青丝飘然,可他那容颜冷艳,眼睛当中看不出一丝情绪波动,简直如有无情之人,那散发出的冷漠气息,让人感觉不可亲近之余又多了几分距离,远远看去,连双就如同一个从雪山走下的神女,与这个世界显得有着几分格格不入,好美。 只是,演舞场当中那些弟子乔德如此佳人,却是一个各东路出迷醉之色,能见佳人如此风姿,不枉此生啊。 许多人感慨,这连双为何如此冷漠,凌飞眉头眸鹿疑惑,总是感觉这连双似乎背负着什么,才会如此冷漠,如上官婉儿,他是一心追逐五道,想要掌控自己的命运,才会淡漠冷艳,对那些追求者不假颜色,可在连双眼中。 那不是淡漠,那简直是冷漠,那不是冷艳,简直是无情,让人似乎看不到波澜,就算有那么一丝波澜,也是冷漠的,当中看不出情绪,如此一个绝代佳人,却有着这般性情,怎能不让人好奇。 第352章青苗淡写的一剑,连双漫步而去,飘逸如神女,似超然于外,那一步一步见连,如此步伐,让人惊叹,这连双眼人已经达到了天丹圆满之境啊。 高台上,那些长老都不由露出惊讶之色,要知道,这连双在半年前还没有踏入天丹境啊。 这才多久,迈入天丹境后,他直接便是达到了这个地步,一步一见连,不仅是步伐的体现,也是他对那奥义之文掌控制圆满的体现,这便是天丹圆满境的体现吗? 见此,林飞若有所思,此次他冲击二品恋丹师失败,便是因为对奥义之文的掌控不足,此时看来,在奥义的掌控制上他和连双的确还有一些差距,这一战得好好观摩。 林飞心道,此时,连双漫步,连不脉动,落在了比赛台上,连双落地,他很平静,也很淡漠,只是那么看着前方的贺天明,在他眼睛当中看不出太多的情绪波动,便是如此淡漠的姿态,确实让得贺天明感觉到了一阵压力,哪怕他此时实力有所提升,哪怕他刚才连败数名天才,此时依旧没有必胜之心,拿出你的本事,全力出手吧。 贺天明不语,可是连双却开口了,他很淡漠,那一手一翻,一柄泛着带蓝色光纹的长剑便是出现在他的手中,而后他便是极为淡漠地盯着前方的贺天明,剑,只是顶级零剑,并非玄灵之宝,因为此番是切磋,不是比拼宝物,所以在比赛时,一般而言,都会限制交手时动用的宝物,否则,那便不是切磋,是在比宝物了,那样也就无法看到一个人真正的实力,自然就是他,不得了。 失去了会比的意义,好。 贺天明眸光一闪,也不迟疑,在他身上立即爆发出了一股惊人的刀意,却见得他长发飞扬,一桃古洞,那刀气纵横,狂霸已急,简直如同狂龙,有着力斩天下之势,这般气势,比起刚才他对战兆凡时还强上了一分,显然。 面对连双,贺天明也不敢怠慢,长刀在手,气势凌人,可是连双依旧很淡然,似乎根本不屑先出手,他就那么立于原地,那蓝色长发飘飘,目无表情,可若仔细看去,他那眼睛当中偶尔闪过的光芒却透露着锋芒。 那种锋芒直入人心,让得台下许多的天丹静修者为之胆寒,便是林飞都深深吸了口气,这连双的剑意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林飞心中暗存,不仅是他,就连高台上那些长老都紧紧盯着前方,也是脸色肃然,显然他们对这一战极为看重,毕竟,连双可是林云宗当代最杰出的天才。 他的成长,关系着林云宗的发展,见连双如此,赫天明眸光一鸣,那眼睛当中的光芒越来越凌厉,如花为了一柄刀,无知刀,一刀破敌,一刀灭敌。 低沉的声音从赫天明口中突出,在这一刻,他再也没有了迟疑,有的只是一股狂霸的刀意,下一刻,他大步迈出,手中长刀一动,便是向着前方的连双斩去,刷。 长刀破空,刀气如何,直接斩向连双,这刀气能有百米长,上面刀气纵横时,又如同一道道刀芒,从天而落,完全将连双的退路封锁,感受着那长刀所散发出的气势,台下的修者皆不由屏住呼吸,如此一刀,便是我这天单元满尽的修者也不一定有啊。 有老弟子心道,连双师妹应该可以抵挡吧?也不知连双师妹的剑术现在如何了,在心惊时,众人也开始为连双担忧了起来,毕竟,谁也不想这个天之交女会有一丝损伤,只是,此时的连双依旧很淡然,他微微抬头,长长的睫毛上扬,瞅了一眼那当头斩下的狂霸一刀,可是,在他眼睛当中看不出一丝忌惮,或者波澜,似乎,这让天单元满尽修者都为之忌惮的一刀。 在他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这份淡定,使得台上的连双充满了魅力,让人忍不住就被他深深吸引,呼。 也就在此时连双动了,只见得他玉手一扬,手中的长剑牵引,见其呼啸,在虚空化为一朵剑连,这剑连很大,那连半全部是剑气凝聚,剑气呼啸之时,在剑连的上空化为了一个巨大的剑连漩涡,却见得连双长剑牵引,那剑连便是向着前方虚空呼啸而去, 迎上了那道当头斩来的巨大刀盒,当剑连呼啸而去,那片虚空立即一颤,两股力量发生了惊人的碰撞,只见得那刀盲落下,只斩剑连,可是,那剑连呼啸,旋转而去,上面剑气如连,绽放开来,直接洞穿虚空,迎向前方的狂霸刀盲,除此外,剑连旋转,如同一个漩涡,将那些凄近的刀盲一点点绞碎, 碰,碰,如此,虚空当中,巨像传出,一道道刀盲被绞碎,根本无法占据一丝上风,最后那柄长刀落下,接接实实地斩在了剑连上,可是,长刀上的刀器被绞碎,那长刀气势锐减,在长刀气势锐减的时候,连双运手当中的长剑一影,那剑连变幻,迸发出无尽的剑气向着前方冲击而去,碰, 顿时,长刀一颤,被灵力的剑盲击溃,赫天明手腕一震,感觉到了一股距离,当下脸色一变,不等赫天明做出太多的反应,那磅薄的剑盲便是如同一片片连伴,划过虚空,向着他席卷而去,有的剑盲如连划过,有的如星矢,每一道都灵力无比,让人不敢阴风,见此,赫天明身子旋风,立即便是向着旁边飘去,极为惊险地避开了这一击,砰 也就在赫天明避开这无尽剑盲时,他所留下的残影,全部被剑盲洞穿,那片虚空都扭曲了起来,一阵恐怖的涟漪震荡开来,如要湮灭一切,不难想象,若是赫天明稍微迟疑了瞬息,被这等剑势击中,那他此时可还有一战之力,这连双对剑盗奥义的掌控好强,如此一幕,瞧得下方的修者都不由绷紧了神经,几倍都出汗了,要知道,刚才连双明明处于防御的状态,可是, 便在赫天明的刀芒被削弱时,他立即转防御为进攻,如此掌控之力,让许多人自叹不如,瞬息间,转手为攻,这便是心动,奥义变动吗? 看台上,林飞暗眼同意说,心中似有所悟,刚才交锋,连双看起来并没有怎么出力,可是当中所需要的掌控力,却绝不是一般的人可有,至少,林飞对那五道奥义的掌控便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所以此时他内心掀起了阵阵波澜。 第353章差距,比赛台上,连双轻描淡写的江赫天明那狂霸的一刀击溃,那突然爆发的剑盲更是将后者逼退,这连双对剑道奥义的掌控的确强大。 他这五行剑连,防守俱备,一般的人很难与之争锋,高台上,几位长老抚须而笑,的确是个天才,如此年纪,便已经将五行剑术凝练至此。 在我林云宗后辈子弟当中,只怕无人可与之堪比,便是本作当年也无法洗击。 连宗主也是一脸唏嘘,连双之强,真的不是一般的人可比,也就在众人为连双对剑道的掌控力之强感到震惊时,和天明深如风,突然漂浮于空。 那身子一动,手中长刀便是刀气凝聚,一股惊人的气势,猛地从他体内爆发出,那低沉的声音也是随之响起,天芒。 刷,长刀裂空,如同一道刀盒从天而降,斩向了连双,这一刀之威,比起先前那一刀还要强上三分,刷,刷。 三分极了恐怖的风暴,好快。 见此,台下那些观战的修者皆是一正,刚才他们还在为连双的实力感到惊讶了呢? 谁想到,那看似溃退的贺天明居然随息便给予了如此雷霆一击,显然,这贺天明对刀刀傲益的掌控也是达到了一个极强的地步。 否则岂能在睡膝间如此出手 这攻势和当初他击败赵凡的如出一者啊 看台上 原崇低声说道 此时他也是不由紧握着拳头 露出满脸担忧 连双能抵挡这偷来的一击吗 点 可是 在原崇心中担忧时 他却失默地发现那比赛台上的连双依旧显得淡然无比 在他那张觉美帝容颜之上并没有掀起一丝波澜 甚至 便是他身上的气息都没有太多的变化 他依旧平淡无比 那种淡然 让人感到惊讶 在众人惊讶之余 连双动了五行剑连 连双低语 那丹田之处剑纹闪烁 一股棒薄的剑圆席卷而出 在他身前凝聚 仅仅是瞬息 剑连凝聚 一共五朵 环绕在他的身边 五朵剑连在连双的身边旋转 化为了一个剑之气旋 那灵力的剑气如同狂风在呼啸 顿时 那些如同狂风一般呼啸而来的刀盲被这剑气一道道击溃 在剑连成形后 连双抬头 瞅向了那条当头落下的刀盒 这刀盒很强 斩得虚空都在颤抖 一副瞬息就要将连双淹没的迹象 五连化旋 低沉的声音响起 却见得连双那手中长剑一影 而后那五朵剑连猛的呼啸而出 呼 五朵剑连 代表着五行 一朵流淌着水之奥义 一朵流淌着金之奥义 每一种奥义 都被连双掌控得极为圆满 不难想象 连双的天赋是何等的强大 要知道 每掌控一种奥义都是极难的事情啊 何况他掌控了五种 此时 五朵剑连呼啸而出 在虚空旋转 换卫了一个漩涡 立即便是将那道刀盒给缠绕围困 在将刀盒缠绕围困住时 剑连上剑纹搅动 向着那刀盒斩去 要将上面的力量给一点点的击溃 五朵剑连不断旋转 剑纹呼啸时还伴随着一股恐怖的剑锋 何天明的刀盒当中的力量不断被削弱 这剑连的确很难缠 除非能以绝对的力量将他迸发出的剑纹彻底撕裂 否则根本无法伤及他分毫 看台上 凌飞眸光一鸣低声道 那剑连看起来优雅田静 可当你的心神感应而去时 才能发现那剑气势何等恐怖 那剑连上每迸发出一丝剑气都凌厉无比 似能撕裂虚空 凌飞的心神感应而去 都是感觉到心惊胆战 何天明的刀 大其外露可怜霜的剑 锋芒内敛 唯有你接触之后 才能明白他的恐怖之处 砰 在一道道眸光注视之下 众人便是看到何天明那当空斩下的刀盒崩碎 可惜 许多人一叹 何天明这一刀真的很强了 可惜 连霜更强 那五连剑爵已经被他修炼到极致 以无懈可击 狂刀三世 最后一世 天烈 也就在那刀芒溃散时 何天明的身子突然凭空一番 略入高空 旋即 低沉的声音响起 刷 一道刀芒斩下 这一刀 如同金鸿划过虚空 眨眼间便出现在了连双头顶虚空 那般气势 简直如同撕裂了虚空 直接穿透而至 那速度 快到了常人连肉眼都无法捕捉的地步 台下的修者立即为之沸腾 好快的一剑 震惊之声 不觉于耳 何天明师兄居然如此强 台上 正在调戏的赵凡那眼瞳咒人一缩 道 先前他根本就没有权力出手 想到这里 他不由一叹 他一直想超越何天明 成为凌云宗年轻一代当中的第二人 可惜 此时他才发现 他和何天明的差距比想象中还大 不管如何 我都不会放弃的 心中叹息之后 赵凡那眼睛当中 战役更加的浓郁了起来 对手越强 追逐起来才更有挑战性 却不知连双师妹能否接下这一击 而后 赵凡低声道 连双师妹能避开这一击吗 此时场中数万个修者几乎都屏住呼吸 紧紧的盯着前方的站台 众人心中担心无比 可天明此刀 太快了 快到极致 那力量也将达到一个极限 不愧为凌云宗的天才 凌飞也是忍不住在了一句 好 看来天明这段时间也没少进步 凌云宗的长老皆是感到振奋无比 这种天才美进一步都很难 可一旦有所进步 那实力便将是致的提升 对于宗门而言 这绝对是一大喜事 刀芒落下 睡袭就斩在了那五朵剑连演化出的防御圈中 砰 只见得一阵涟漪泛起 刀芒锁过 如七哥虚空那般将那剑连演化出的漩涡给撕裂了开来 旋即 光芒一闪 那刀光穿过剑连 出现在了连霜头顶 瞬息间便可以将之给斩杀 呼 顿时 数万修者都屏住呼吸 连霜师解 逃 快逃 有人高呼 在提醒连霜 不难想象 若是连霜迟疑了瞬息 会不会被斩 可是 连霜身形如煎傲力 并没有一丝要退的意思 只见得他那眸光微微上扬 丑向那道撕裂剑连防御的刀芒 此时 在他那眼睛当中依旧没有看到一丝波澜 连霜师妹 怎么没有一丝闪避的意思 如此一幕 让无数个修者将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和天明这一刀不紧快 那力量也是达到了极致 微不可挡 此时连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不退 又怎么与之争锋 不仅是那些天才 就连霜飞都紧紧地盯着台上的连霜 动了 莫得 林飞眸光一闪 因为此时的连霜动了 只是 他并没有退 只是那玉手微微一扬 刷 却见得连霜手中 那柄蓝色的长剑划过虚空 当中有着蓝色的光芒闪烁 那好像是一抹剑光 可是 当你发现他时 他已经划过虚空 出现在了连霜头顶 记在了那道奇快无比的刀芒之上 甚至 许多人都没有看到这抹蓝色的剑光 他们只是看到虚空当中 那道狂霸无比的刀芒突然一顿 伴随着的还有着一道清脆的剑鸣之声 下一刻 他们便是看到那刀芒一颤 猛地崩碎了起来 当刀芒崩溃 便是有着一抹蓝色的剑芒划过虚空 如同剑矢一般出现在了贺天明的眼前 此时 贺天明都没有看到这剑芒是如何出现在自己的面前 他只是感觉眼前突然有蓝色光芒一闪 而后 一股死亡的气息便是涌入心头 这 那蓝色的剑光越来越近 贺天明的瞳孔在放大 眼睛当中近时露出震惊之色 如此一剑 原因之下 谁可比 刀台上 原宗主眸光一闪 而后他大手一扶 那片虚空一颤 无形的力量击溃了那道蓝色的剑芒 贺天明的身子则是在一股距离的牵引之下 被震得向着后方道飞而出 可是 此时的他 双目无神 就那么盯着下方站台上的少女 他整个人都如失魂了一般 怎么会这样 我为了破开连双的武行剑连 这半年来一直苦苦修炼 终于是参悟出了这狂刀三世 特别是这一世天烈 更是及我全力一击 应该可以破掉他的剑连了 可是 我如此一刀 怎能这么轻易就被击溃了 他那一剑 怎么会那么强 可天明内心掀起了阵阵波澜 连双那一剑所带来的震惊难以平息 呼 不仅是贺天明 场中所有的人都忍不住到吸了口凉气 还好 贺师兄没有事情 有人一脸庆幸 贺师兄怎么败了 然而 一些小缘单静的修者至今都不明白贺天明是怎么败的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看清楚连双那一剑是如何出的 随心一剑 却威力至此 他抵达到了什么境界 便是灵飞都忍不住深深吸了口气 这连双那剑术之高 超出灵飞的想象 甚至他能清晰的感觉到自己与他的差距 第354章 天明因此一蹶不振可就浪费了一个好苗子 他怎么会那么强 纵使落在了高台 可和天明双眼依旧紧紧的盯着前方站台上的连双说道 此次一败 显然让他心里留下了执念 或许他便是那种传说中的妖孽吧 贺长老说道 旁边一些长老也是深深吸了口气 一副自愧不如的样子 很难想象 等着连双迈入原因境后会强大到什么程度 若他迈入了神府境后 他又该是何等的不可一世 他的天赋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啊 方态上长老也是一叹 以前他们虽然都认为连双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天才 可现在看来 他们还是低估了这少女 如今 众人丑相连双时俨然又多了几分重视 那种重视 似乎要超越对林妃的重视了 因为 若是连双成长起来 或许真的可以凭借一人之力横扫整个男荒 那时候 林云宗是不是有个千年的鼎盛时期 他所领悟的剑道奥义 非我林云宗所有 旁边的原宗主谋光一闪 说道 我 文言 旁边的长老皆是一愣 武行建树 可是林云宗的剑道宝典啊 这套建树 名震南荒 唯有掌控武行奥义才可以凝聚 原宗主也有涉猎 不过他最擅长的却并不是建道 他真正擅长的并不是武行建树 刚才最后一剑才是他所学之根本 原怀天谋光一闪传音道 这 怎么可能 诸多长老一正 而后 众人陷入了沉默 的确 仔细想来 武行建树似乎真的只是连双所展现出来的冰山一角罢了 刚才最后一剑才是他真正的手段 而这依旧只是展露出一丝罢了 不是林云宗的剑术 那么是其他门派的吗 众人胡疑 再仔细想来 在南荒 似乎没有这种剑术啊 或许 是他机缘巧合 获得了古之传承吧 原宗主淡淡到了句 也没有深究的意思 毕竟 南荒古迹极多 许多人得意传承 便是就此崛起也是常有的事情 如则王便是原封丹王也与古之传承有关 对于他们而言 只要连双是林云宗的人 肯为林云宗 就够了 旁边的长老微微点头 可是瞅向前方那站台上的连双时 却越发感觉这个少女深不可做了起来 比赛台上 见连内敛 连双手持蓝色长剑 傲然耳利 此战 连双胜 一个长者掠入比赛台道 宣布此次比试的结果 而后 他眸光环十八方 黑黑一笑道可有人要挑战连双 此次能得见这等天才交锋 此老也是心情大好 挑战连双 你老这是在开玩笑吗 然而台下的人却是一个哥翻着白眼 鄙视着台上的长者 连和天明在连双面前都不堪一击 他们上去不是找虐吗 苛苛 年轻人 总得有点上进心吗 不就是切磋吗 怕什么 这长者似乎也知道自己此时让人上台一战有些不厚道 不过他善善一笑 便是仰着头 一副让这些后生不要再呼虚名的样子 切 文言 台下传来一阵哗然 一道道笔式的眸光让德这长者一脸当大 他连忙笑道 呵呵 若是没有人要上台 此次会比变结束了 慢 只是 就在这长者要宣布结束时 那一脸冷漠的连双却是突然开口 这让德众人诧异无比 却见得连双手持蓝色长剑 他连不迈动 长发飘逸 一步步走到了比赛台边缘之处 而后 他那双素来淡漠的眼睛当中 光芒一闪 便是锁定了前面的一个看台 在那里 正端坐着凌云宗新生代的天才 其中包括了凌飞 这连双师妹不会要挑战我吧 别啊 我可不想上去献丑 在见得连双的眸光转来后 这些天才一个个在心中哀嚎了起来 瞧这模样 显然是害怕连双要让自己去切磋 不过 他们碍于身份 却又不得不抢言欢笑 如此一幕 倒是让附近的人忍俊不禁一笑 当连双的眸光转动 最终锁定在一个青年身上时 他们才暗暗松了口气 当然 在松了口气的同时 众人也是尴尬不已 感情人家根本就没有要和自己一战啊 最后 众人视线也是跟随连双的眸光落在了那个青年身上 在乔得这个青年后 演舞场当中的人都是一正 凌飞丹师 作恶之声响起 众人都露出怪异的表情 难道连双师妹要和凌飞丹师切磋 凌飞丹师虽强 可他终究只是玄丹静 此次切磋可是不能使用玄灵之宝 他能和连双师妹比吗 连双师妹这是何意 一时间 众人都诧异无比 随后 一道道眸光再次落在了连双身上 显然 他们都很想看看 这连双师妹到底是何意 便是连那高台上的长老也是一连诧异 凌飞师弟 连双师妹似乎锁定了你啊 凌飞身边的原虫笑道 他不会是要和你切磋吧 可可 凌飞甘咳一声 也是一连诧异 那眸光上扬 便是瞅向了前方那高台上的连双师姐 两人四目相对 可是在连双的眼睛当中 凌飞依旧看不到太多的情绪波动 如此一来 就连他都无法猜测出这个少女到底在想着什么 凌丹师 你可要上来与我切磋一二 比赛台上 连双那长长的睫毛眨动 盯着凌飞说道 他这声音当中 难得少了几分兵了 什么 连双师妹要挑战凌飞丹师 此言一出 全场哗然 哎呀 凌师弟啊 我现在终于可以确定这连双师妹不是看上你了 不然 他岂会在这众目睽睽之下挑战你 这不是要让你出丑吗 哈哈 听得此言 旁边的猿虫连忙满脸同情的向着凌飞说道 在他看来 和连双切磋就是找虐 上去也是丢人现眼啊 磕磕 凌飞一脸尴尬 不过 他却也没有理会原宠 那眸光微眯 便是盯着前方的连双 似乎 他想从连双那眼睛当中看出些什么 林丹师不愿意 连双眉头一弯 说道 呵呵 连双师姐剑术超群 师弟我所学尚且 与你切磋 还是有些不足啊 林飞笑道 经过此次观战 他自然知道自己对奥义的掌控的确还不如连双 呵呵 林丹师何必妄自菲薄 连双朗声一笑 那与手捋了吕那飞扬的蓝发 尽显那无尽风情 台下 那些弟子全部看的眼睛都直了 连双师妹居然还能有这般风情万种的一幕 如此风情 当时谁有 一时间 许多弟子心脏在狂跳 完全被迷住了 林飞却是淡淡的盯着连双 等待着夏文 你在玄丹镜时便能力拜礼巡 虽然用了玄灵之宝 可你的手段也是不可小觑 如今你迈入天丹镜 实力定然更强 你我之间属强属弱 还说不定了 连双那嘴角露出难得的笑容 玉手捋着长发 说道 再者 若不相互切磋验证 你又怎么知道自己实力到底如何 又怎么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了 连双师妹又笑了 不行了 我快要受不了 古人有言 家人一笑 倾国倾城 连双一笑 是我欲断魂啊 许多青年大呼 显得很激动 便是那些天才 如黄蜂 赵凡 克天明等人都感慨无比 平时 连双对他们可是不假颜色 可如今对林飞却露出了一抹笑容 虽然这笑容很淡 却也是破天荒第一次啊 这就是天才的待遇吗 许多人露出满脸羡慕 恨不得自己就是林飞 如此一来 也就可以多和这个绝代家人多聊几句了 哎 我要是有林飞师弟这般脸单天赋就好了 原宠也露出满脸笑容 若是连双能和他交谈时一直待笑 他都会感觉幸福死了 等等 什么 当才连双师妹说林飞师弟迈入了天丹境 这 怎么可能 在羡慕之时 原宠啊 眸光莫的一闪 便是想到了什么 当下 他满脸诧异的瞅向林飞 那眼睛当中尽是震惊之色 林飞丹师迈入了天丹境 附近 许多天才回想起来 也发现连双的确说了这么一句话 顿时 一道道带着错愕以及震惊的眸光 便是向着林飞的身上汇集而来 林师弟 你迈入了天丹境 原宠忍不住问道 我的确迈入了天丹境 林飞贪了贪手掌笑道 什么 你迈入了天丹境 怪不得我感觉你气息强了许多 可你不是才迈入玄丹境不久吗 原宠内心掀起了阵阵波澜 要知道 林飞入门才仅仅一年啊 一年就迈入了天丹境 那修炼速度 有几人可比 林飞迈入了天丹境 此时 电视高台上一些长者也是满脸诧异 刚才他们都在期待连双的表现 所以并没有太关注林飞 此时听后 众人内心皆是一阵 而后一个个长老释放心神 感应了过来 果然是天丹境才有的气势 这一感应 他们眸光一闪 露出惊讶之色 好啊 如此快就迈入了天丹境 也不知他的战力如何 此时 高台上的长老皆是满脸期许 第三百五十五章一载 信不在 林飞当初在选丹境时 就击败了大唐三皇子李巡 此时他迈入了天丹境 能和连双师妹争锋吗 台下的青年都感觉自己的血液在沸腾 瞅向林飞和连双师那眼睛当中 皆是涌现出那灼热的光芒 一个是见到奇才 一个是耽误奇才 两人相遇 又会摩擦出怎样的火火了 连双开口 想要和林飞切磋 并且点名后者已经迈入了天丹境 这让场中一片哗然 那些本来还对林飞并没有太大信心的青年 此时也是极为期待两人的交锋 无数道謀光落在林飞身上 众人似乎也在等候林飞的答复 连双师姐说的是 既然你盛情邀请 师弟我就不客气了 还望师姐不吝赐教之师手下留情 见连双如此盛情 林飞起身 便是朗生一笑 答应了与之切磋 毕竟这对他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 要知道 修炼一道怕的就是没有对手 如今有连双这么一个爵士天才在 何不趁此与之练手了呢 至于胜负 那只是虚名而已 重要的是在切磋之时能否有所感悟 呵呵 林丹师何必谦虚 届时还请你莫要留守才是 连双一笑 虽然笑容很淡 可是在外人看来 却如冰年盛开 无比的美艳 让人忍不住想要永远停留在这一刻 便是圆虫等人都忍不住屏住呼吸 林飞却是一笑 他大步迈出 便是如同狂猛 向着前方的比赛抬掠去 虽然迈入了天丹境 体内的悬丹元气浓郁 完全可以支持修折短暂的漫步而行 可林飞对奥义的掌控还有所不足 无法如连双那般闲停信步 所以他索性直接掠了过去 哭 林飞掠去 那掀起的狂风却依旧狂霸无比 让德附近那些天丹境的修者皆感觉到了一股压力 这林丹师的气势也不差 许多人低声道 却不知他战力如何 和天明眸光一闪 便是他都有些期待见识林飞的实力 毕竟当初林飞可是击败了三皇子李循 连双师姐剑术抄群 能与你切磋 实乃姓氏 林飞落在比赛台上向着连双拱手笑道 对于这次切磋他也是感到颇为期待 毕竟在迈入玄丹境乃至天丹境后 林飞都没有真正的和人切磋过 你是用剑了还是 连双淡淡一笑 拳击他眸光一明 当中多了几分肃然 盯着林飞说道 瞧这模样 他俨然是准备要出手了 连双神色突变 让德台下的人都感觉到一阵错愕 同时 他们也是明白 这个师妹对谁都是那般冷冰冰的啊 连双刚才带笑 似乎只是想让林飞出场而已 有人感觉林飞似乎被坑了 林飞对此却毫不在意 他也想看看自己和这连双师姐有多少差距 唯有如此 他才能知道自己的实力如何 我初步凝聚剑道奥义 对剑道的掌控还不足 此时正好和连双师姐讨教一二 已知不足 林飞说道 既然是切磋 就当不断验证 若是直接全力出手 却是难以取得这个效果了 也好 那么我便陪你练连手 连双点头 旋即那手中蓝色长剑移动 说道 你出手吧 见此 林飞眸光一鸣 心神一动 立即有剑意凝聚 同时他手掌一番 出现了一柄顶级零剑 这是林飞获得的战利品 既然是切磋 他也没有动用那北鸣剑盾 在林飞取出了宝剑后 连双身边剑员缭绕 一副随时准备凝聚剑联的模样 他之防御少有人可比 见此 林飞眉头微微一皱 经过上次观摩 他对连双的实力也有所了解 连双师姐这五行剑联防御极强 一般的攻势根本无法进其身 再者 五行剑联的攻势也异常迅猛 一旦出手 将杀的人没有反抗之力 我领悟了两种剑道奥义 一是天河剑意凶猛无比 另外是流星剑意 极快 我这两种剑意 联合起来也才和赫天明的道之奥义差不多 可是 我对剑意的掌控却不如赫天明 还没有出手 林飞就在思考自己的优劣 好分析敌我实力 找到突破口 唯有如此 才可以克敌制胜 若比剑 现在的我很难胜利 非 融入真龙之力 林飞心如明镜 不管如何 先出剑 试试我的剑道奥义 心念闪烁间 林飞也就有了自己的计较 就算剑数差了些 可是 只有试了才知道自己的强弱 才能找到自己的不足之处 心念移动间 林飞眸光阴闪 那丹田之处 有着奥义之文闪烁 刷 林飞手中常剑移动 大不迈出 便是向着前方的连双发出了攻势 天河九剑 只剑得林飞的手腕转动 那常剑画影 向着前方的连双斩去 那一剑落下 剑气纵横 化为了剑合 剑合气势磅薄 如一条杖许宽的长河 要将连双燕没 那剑气纵横时 丝丝如刃 灵力无比 可是这样的攻势 对于天丹竞强者而言 却似乎并不少见 林丹师就这样出手 台下 许多人都猛了 感觉林飞也太儿戏了 这可是在面对小剑神连双啊 连双那眉头也是一挑 并不为所动 以他的实力 要抵挡这种攻击 太简单了 刷刷 也就在此时 林飞那手腕舞动 剑气纵横 仅仅是瞬息间 他就连出九剑 那速度 比起以前小元丹竞时 不知快了多少倍 这九剑一剑比一剑强 当九剑汇集在一起 如巨浪叠加 又如同大河在翻滚 卷起了恐怖的剑浪 那剑浪落下 使得虚空在颤抖 那攻势让人忌惮 这九剑叠加 威力倒是不错 见此 那些观战的人才微微点头 见识如何 可是 你仅仅只是触及皮毛而已 对面 莲霜显得很淡然 对林飞的剑法 做出评价 金之剑连 当她的话语落下 她与手一扬 那蓝色的长剑上剑文凝聚 一朵金色的剑连 随之从剑尖吐出 呼 这剑连呼啸而出 在虚空当中越来越大 向着林飞那天 和九剑迎击而去 只见得这剑连旋转 连半上剑气纵横 如一个切割机 一般将前方那磅薄的剑盒 和一点点的撕裂 而后 林飞便是看到 那剑连直接穿入了 她展出的剑盒当中 旋即破合而上向着 她本人攻来 这剑连绽放出的剑气 倒倒凌厉 如同实质般的利剑 让林飞心神皆寒 当下 林飞的身子连忙后退 当林飞后退 连双也不成胜追击 俨然是一副 仅仅是陪林飞练剑的样子 好强 为何我的剑盒会如此不堪一击 当身子稳定 林飞抬头 瞅向前方的连双 一脸诧异 虽然她早就知道连双很强 却没有想到自己这天河九剑 会如此不堪一击 要知道 她这天河九剑 已经不是那九浪剑 那么简单了 九剑出 如大河席卷 那大河之事已被林飞初步掌控 此剑的威力也是随之倍增 可饶失如此 她这九剑出 却不堪一击 被连双给轻轻松松的破开了 你此剑如何 浩浩荡荡 其实汹涌 可是你意在 心不在 故而并没有掌控天河的真正奥义 连双收剑 她那眸光上扬 瞅向林飞 淡淡地说道 可是她那话语落下 却让林飞内心掀起阵阵波澜 意在 心不在 林飞眸光一凝 低声嘻喃 你此时 算是出入天丹境 故而还未能领悟各种奥义 连双说道 初步凝聚奥义之文 算迈入天丹境 可是 在迈入天丹境后 境界也有高低 每一步提升 那实力都将有着飞跃般的跨越 意在 心在 林飞难难自语 开始陷入沉淫 在思考着自己的剑 在掌控剑义时 得明目剑心 那时 剑随心动 可是 剑义只是初步的表现 可此时林飞所掌控的剑道奥义 显然更加的高深了 剑义 来本身之意 可剑道奥义 却是天地中的奥义 龙为己有 这是从无到有 并不是自身所有 想要掌控 更加难了 剑如何 这是意吗 林飞脑海中心撕电转 浮现出了天和剑壁当中的种种画面 何为心 心动 奥义急动 比赛台上 林飞陷入了呆滞 再沉思着剑道奥义 连双也不动 就那么等着林飞 这林飞再感悟剑道奥义吗 连双身内就那么说了一句 就触动了他 台下那些修者议论纷纷 这家伙 比赛也不忘感悟 要是被人趁此出手怎么办 也有人感到无语 若是对付出手 林飞都不知死了多少回了 嘿嘿 没有看到连双师妹是在给这林飞陪练吗 真是羡慕啊 有这等绝代家人作为陪练 原宠露出满脸羡慕 本来他还以为连双是要去虐林飞 好让他难堪 可现在看来 这连双师妹似乎是想借此指点林飞啊 要是我能被连双师妹指点该多美妙啊 若得家人指点 我此生无憾 一时间 浓浓的羡慕之意在场中弥漫开来 要知道 这些人平时和连双说一句话都难得 哪机会得到他指点啊 电视和天明都皱起了眉头 一脸羡慕 刚才他也和连双切磋了 可后者却根本不屑多言 更别说指点了 一时间 林飞和普通天才的待遇 一目了然 你们说连双师妹如此良苦用心 是不是真的看上了林飞啊 我看有可能 窃窃思意之声也是不绝于耳 若连双和林飞能皆为道理 倒是我林云宗之福 高台上 原宗主抚恤一笑 这就看林飞是否能掳获家人之心了 几个长老笑道 他们也是极为期待这两个爵士天才能摩擦出火花 若是如此 待得这两人成长起来 林云宗必可鼎声一时 第356章指点 台下一论纷纷 都在讨论连双是不是看上了林飞 便是方圆也差异无比 可是 他多次询问 连双皆不曾点名 让他心中郁郁 这连双师姐也是 喜欢就喜欢吗 何必这样藏藏耶耶呢 方圆嘀咕道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再说了 林飞单师可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便是在整个南荒 也少有人可比啊 虽然心中这般想着 可他对连双的心思 还真是琢磨不透 场中议论纷纷 可是台上的连双却依旧面不改色 只是那么淡淡的将林飞盯着 似乎 台下的议论声 并没有在他心中掀起一丝丝波澜 心不在 是指我的心并没有融入奥义当中 比赛台上 林飞似有所悟 难难道 在思索的时候 他也开始回忆自己刚才出手的情况 那一剑 九剑连出 渐渐气势汹涌 如同剑浪 可是 剑是如何 却只具合之事 那样一来 剑合只是剑合 如同只是一样化出来的葫芦 没有心 就少了灵魂 我的心 的确不在剑中 林飞恍然 终于知道了自己的不足 心 林飞在沉吟 似乎捕捉到了什么 却又还差一步 这时候 连双眸光一闪 他似乎也发现了林飞的变化 紧接我一剑 连双开口 只见得他与手一动 一剑便是刺向了林飞 一剑出 蓝色的长剑 至上水波流转 如化为一条奔流的大河 气势并不强 就那么刺向林飞 可是 在这一剑之上 林飞却感觉到了一种 无懈可击的气势 那一剑 如与连双齐动 又如连双羽剑齐出 那当中弥漫出的奥义气息 明显就和林飞的不同 在这一剑当中 似乎多了几分韵味 林飞低声道 似乎 这一剑才算是真正的奥义之剑 如他施展的天河九剑 真的只是触及奥义之皮毛罢了 这便是心在剑中吗 林飞心思电转剑心 以前在领悟剑意时 剑随心动 可是 那剑 只是剑意 只是我之意 并没有真正触及天地奥义 并没有将之融入剑当中 所以 那是所谓的剑随心动 也只是剑意随心动而已 剑在连双这一剑 奥义和剑心真正的融合 剑心当中有奥义 奥义当中有剑心 对于这剑道奥义 林飞不断清晰了起来 以前他对剑意 和剑道奥义还很模糊 可现在看来 剑意根本和奥义就是两回事 剑意 只是一个仁义面对剑道的想法 唯有感悟了剑道奥义 再将之凝聚为奥义之文 才是真正所掌控剑道奥义 这也就不是剑意那么简单了 两者之间 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 不过 连双之剑已至 也容不得林飞多想了 一剑封天 当那剑盒刺来 林飞手中长剑移动 那极寒的剑气从剑间迸发而出 剑气所及前方的虚空被冰 极寒之气席卷开来 使得前方的空气一点点被凝聚为冰 便是连双那一剑迸发出的剑气都微微一致 可他的剑并没有停滞 那剑光一闪 如长河流淌 直接刺在前方那凝聚的冰墙上 咔嚓 冰墙崩裂 被那长剑刺穿而后 长剑之上突然见其奔流 如同巨浪拍打而下 将冰墙彻底击溃 冰墙崩碎 蓝色的长剑趁势而去 刺向前方的林飞 不过 有了刚才冰墙那瞬息间的抵挡 林飞也算得以喘息 他的身子如同疾风正向着后方暴退 身子暴退 林飞的心神却已经在转动 面对连双那一剑 他显得很平静 心在剑中 只见得他眸光一闪 那长剑随之而动 那丹田之处剑闻闪烁 有剑一席卷而出 天河剑 低沉的声音响起 只见得林飞长剑移动 斩向了前方 这次他只出了一剑 那一剑出 他的心跟随而去 完全沉入了那剑合当中 在这一刻 林飞那长剑演化出的剑合 如同有了灵魂一般 看似平静 可当中却内运大事 蕴含着他的剑心 剑心在剑可随心而变 当心与奥义融合 林飞对天河剑的感悟 明显有着巨大提升 这一剑看似平缓 可当中波涛暗藏 随时准备硬敌 这就是剑道奥义提升 所带来的质变 仅仅是瞬息 那蓝色长剑展来 与林飞这一剑交锋 也就在那蓝色长剑展来时 林飞的心神移动 真龙出海 低沉的声音响起 那本来平静无波的剑合 猛的移动 如同一条真龙扑了过去 哼 一声巨响传出 而后众人便是极为错愕地 看到那道蓝色的剑光猛的崩碎 连双的玉手微微一颤 随后她的身子如风 向着后方飘去 她的身边立即有剑纹缭绕 换为了一朵朵剑连环绕周身 林飞那一剑所产生的余波技术 被这剑连化解 如此 连双全身而退 根本就没有受一丝伤 连双师妹这次居然被林飞给击退了 怎么会这样 上次林飞连出九剑 却不堪一击 此次只出一剑 却击退了连双师妹 当连双的身子向后退去 台下立即传出了哗然声 特别是那些玄丹镜的修者 他们一个个感觉到莫名其妙 这林飞居然在刚才将见到奥义 提升到了心语奥义河的地步 俨然是天丹小城镜的修者了 一些天丹大城的修者却是眸光一闪 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就在刚才 他们可是清晰的感觉到 林飞只是出入天丹镜罢了 仅仅是和连双过了一招而已 这林飞就达到了天丹小城镜 这领悟力也太恐怖了吧 顿时 那些天丹镜的天才一个各谋路素人 丑向林飞时 都多了几分尊敬之色 以前他们也听说过 林飞的天赋是多么多么强 可是 他们并没有亲眼所见 所以也没有放在心上 便是林飞击败三皇子李巡 众人也只当林飞是依靠特殊的力量 以及玄灵之宝罢了 直到此刻 他们才不得不重视林飞的武道天赋 不错 短短片刻 就已经明悟了新再见的奥义 比赛台上 连双飘然落地 在落定后 他那睫毛挑动 眸光上扬 在瞅了一眼前方的青年后 他也实在了一句 林飞的领悟力并没有让他失望 这一切还多亏连双失解的提点 林飞也是飘然落地 而后他微微待笑 向着连双拱手言谢 此次 若没有连双的提点 他还真的无法那么快就提升见到奥义 无须言谢 一切皆是你自己领悟力高 连双淡淡地说道 连双失解指点之情 林飞怎敢忘 林飞却是一脸正色地说道 第357章虐狗 对于连双此次的指点 林飞是真的感激不已 要知道 若没有这次交手以及连双的指点 他想提升见到奥义 可不知要多久 提升得物的契机 可是极为难得 有的人在迈入天丹境后 想达到小成境怎么也要个半年甚至十一年 若是天赋不够 有的人甚至再也无法进步 连双却让林飞倾刻突破 这种温情 怎么能忘 若你真要谢 稍后多尽力出手便是 若你能逼我全力一战 也就不欠我的情了 连双笑道 他手里长发 表情淡然 可他那眸光略动时的那般风情 却让人感觉他和林飞俨然是狼情惬意 林飞一定尽力 林飞拱手道 可是 他这话语落下 台下立即有人大呼了起来 我去 他们不是在切磋吗 怎么你谢我 我不用客气的 一定尽力 都什么跟什么 啊 我要受不了了 他们这是在公然秀恩爱吗 有人在哀嚎 露出满脸受伤的表情 他们这是在虐斗啊 许多爱慕连双的青年 感觉自己受到了一万点伤害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 莫过于自己爱慕的女神 在面前和别人狼情惬意 偏偏 你还没有本事将那情敌给比下去 可他啊 为何如此优秀的女神 还能有人配得上 女神不应该是独立于颠吗 让人仰望吗 诸多天才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 你可要休息片刻 巩固下所得后 再继续切磋 比赛台上 莲双向着林飞说道 虽然他依旧淡漠 可那话语当中所流露出的贴心 却是让得台下的师兄弟都郁闷 无比了起来 这还是那个莲双师妹吗 原宠大呼 这莲双师妹要不要这么贴心啊 黄蜂也是一脸羡慕 喂 你们这是在切磋 不是在谈情说爱啊 许多人高呼 感觉一直在受到伤害 多谢师姐 不过只有不断的验证 才是最好的巩固 所以休息就不要了 待会还望师姐不吝赐教 林飞拱手道 好 你只管出手便是 莲双说道 虽然他话语很简单 可那表现出的配合 却是让人感觉那么的贴心 许多人心中常叹 原来那冷漠无情的莲双师妹 也可以这样 落台上的使我多好啊 一个个天才满脸羡慕 可心中却只有常叹 带着复杂的心情 他们就那么关注着台上的林飞和莲双 台上 林飞深深吸了口气 手中长剑一动 那心神便是沉入了自己的剑道奥义当中 心在剑之奥义当中 林飞眸光一鸣 整个人的气势也是随之而变 天合九剑 这次 他再次出手 九剑一出 只是每一剑斩出 那剑道奥义内敛 随心而动 更多了几分变化 刷刷 九剑出 每一剑都狂霸无比 如大河奔流 可在接近连双时 又如怒卷的狂龙 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林飞此次出手 动静由心 并敌之时 也就多了几分灵动 对面 连双挑眉 只是淡淡地瞅了一眼林飞这九剑 而后他与手一扬 手中的长剑便是刺向前方 刷 蓝色的长剑刺去 剑身上剑纹凝聚 化为了一朵剑连 只见得这剑连旋转 将林飞那剑合深深地切割开来 连双之剑 依旧强大无比 不可匹敌 剑连趁势而来 凌厉的剑盲要眼夺目 林飞那眉头微微一皱 一剑封天 他常见出 剑是封天 凝聚成为了一片冰墙 还有灵力的剑气展向前方的剑连 可是 剑气溃散 冰墙直接被剑连撕裂 砰 冰墙崩碎 林飞受到了巨大的威胁 流星剑 林飞眸光一鸣 深化流星 一剑刺向前方 和那剑连冲击在一起 这流星划过虚空 气势凌人 这一剑 林飞之心如与流星傲益融合 威力比其以前不知强大了多少倍 砰 两剑交锋 巨响传出 碰撞出绚丽的光芒 在一道道眸光的注视之下 那剑连崩碎 化为一道道蓝色的剑纹震荡开来 只是 林飞见识也是一顿 身子连连后退 不然 若被那恐怖的余波击中 他必将处于劣势了 就在林飞后退 准备蓄力再次出手时 他那双眼瞳骤然一缩 紧紧地盯着前方那片蓝色的剑纹 却见得连双那玉手牵引 本来那些溃散的剑纹如受到了牵引 随剑而动 再次凝聚为一朵剑连 呼 连双玉手一动 虚空当中的剑连一闪 便是向着林飞呼啸而去 这 见此 林飞完全正住了 已经溃散的剑纹居然还可以凝聚 这该是何等境界 呼 那剑纹重新凝聚威力比起刚才 不仅没有弱 反而变得更强了 在当中林飞感觉到了一股更圆满的剑道气息 在那剑连当中所释放出的剑气都如有了灵性一般 刷刷 剑连呼啸而来 气势灵人 那连伴上迸发出的每一丝剑气都让林飞感动头皮发毛 这一剑 俨然超出了林飞此时的剑术能抵挡的范围 显然 连双提升了剑术的奥义 是要以此魔力林飞 唯有这一步步魔力 才能让林飞清晰的感觉到当中的奥妙所在 否则 若没有达到这个门槛 想要看清楚各种奥义 可是难如登天 那样一来 也就失去了魔力 练手的意义了 这连双不断剑术超然 魔力对手那把握的分寸也是极好 若是他为师 必可交出诸多天才 高台上 方态上长老抚恤而笑 的确是一个难得的天才 原宗主对连双的表现也是极为满意 可是林飞却感觉到了巨大的压力 天和剑 林飞出手 长剑当空斩去 如天和从天而落 要将前方的剑连淹没 哭 剑合落下 的确将剑连淹没了 可仅仅是瞬息 那剑连上剑光灵力 直接将剑合撕裂 趁势而来 任凭林飞的天和剑气势磅薄 却依旧无法将之淹没 一剑封天 林飞在此出手 依旧不能抵挡连双这一剑之威 双方间那巨大的差距 立即彰显了出来 哼 当那剑连撕裂冰墙 那蓝色的剑光衣闪 化为了一道道剑纹 就此向着连双身边回卷而去 如此 来自连双的威胁这才减弱 好强 林飞眸光衣闪 抬望前方那蓝色少女 不由深深吸了口气 难难道 我的境界还太低了 本来 在短短的时间内 便从小圆丹静迈入天丹静 林飞也感觉还算满意了 可此番和连双交手 她才知道自己的境界真的太低了 武道 永无止境 绝不能骄傲自满 更不能懈怠 林飞心道 此时 她对武道充满了敬畏 哭 在深深吸了口气后 林飞眸光衣明 视线落在了前方的连双身上 连双飘然而立 她手持蓝色长剑 那带蓝色的长发随风飞扬 她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 可是 此时一眼看去 她就如同那深蓝的大海 深不可测 便是台下那些天丹静强者 也是谋入境位 连双在和贺天明出手时 胜得太快了 再者 她那时出手 连有这样层出地境 普通人很难感觉到她的厉害之处 可此时 她一步步出手 不断增加奥益 却是让得许多 刚迈入天丹静的修者 知道了她的厉害之处 对于连双刚才这一件的奥益 林飞却并没有误透 所以此时丑向连双 她一直不知如何开口 这一件 便是心动 剑动 也是心动 奥益极动 此乃真正的掌控了五道奥益 连双说道 她似知道林飞的疑惑之处 心动 剑动 心动 奥益极动 林飞眸光一闪 这才是真正的掌控五道奥益 她内心掀起阵阵波澜 她依稀记得 原纯大丹师说过 唯有等她达到了心动 奥益极动的地步 才可以去尝试炼制二品灵丹 原来这就是心动 奥益极动 在心中掀起阵阵波澜的时候 林飞脑海当中 不由再次浮现出连双刚才出手的那一幕幕 剑连本已溃散 只因为连双师姐掌控了剑道奥益 心动 奥益极动的地步 所以那剑纹随心而动 再次凝聚为剑连 向我发出了攻击 甚至这一剑的威力更强 林飞终于是有所明悟 不过 明悟是明悟 却并不代表她就达到了这个境界 想要真正达到这一步 太难了 现在你便用你最强大的攻击 看看能否击败我吧 这时 连双眸光上扬 当中露出了灵力的光芒 她那手中支剑蓝色剑纹吞吐 有着一股灵力的剑意弥漫开来 这使得沉思当中的林飞眉头一挑 不等林飞多想 连双出剑了 刷 一剑次来 可是这一剑却变得更加的灵动 空灵了起来 这一剑出 林飞的心头都为之一跳 被一种契机锁定 那灵力的剑意植入心魂 让人灵魂颤力 要我全力出手 林飞眸光一鸣 我该以什么手段对付她这一剑 她心思电转间寻找应付之法 面对连双这种攻势 她不敢有着丝毫怠慢 若比单纯的剑术 林飞显然是无法和连双堪比了 毕竟连双境界深不可测 最少也达到了天丹大成境 或许 她已经达到了圆满境 可冲击半步圆境了 这倒不是说林飞不如连双 毕竟 林飞修炼的时间太短了 若给予她足够的时间 未必会比人差 我的手段很多 林飞心思电转 在思考应付之法 如 灵魂强大 若施展真龙银比以前更强 不过这是杀敌的手段 在切磋时以此退敌 却失去了验证武道的意义 剩下的 便是真龙之力 真龙之身 俨然也是林飞最大的一帐 第358章岁须 林飞融合了 凹前龙王的真龙之血 她的体魄强大到了 常人无法想象的地步 这是她的强大一帐 除此外 林飞还有毁灭之眼 只是毁灭之眼的力量很难掌控 至少 她现在的灵魂力还差了些 这也是杀手锏 不能轻易暴露 除了真龙之身 我还参悟了通天手的敌一事 碎须 莫德 林飞眸光一闪 虽然这通天手敌一事 她还只是初步参悟 并没有完全掌控当中的奥义 却也是非同小可 毕竟 这可是责王留下的神通传承啊 碎须奥义 可以刀 剑 拳 献出来 林飞眸光一闪 手中的长剑便是突然动了起来 流星剑之碎须 刷 只见得林飞省如流星 划过虚空 向着前方那道蓝色的剑红迎接而去 她这一剑快到极致 如刺破虚空 那剑间有着一股灰色的力量震荡开来 射人心魄 这一剑 当此剑一出 台下的修者眼睛都亮了起来 哼 仅仅时瞬息 两剑交击 林飞那长剑锁过 微不可挡 直接将那蓝色的长剑锁迸发出的剑盲击溃 旋即 众人便是看到连双那长剑气势一致 上面那剑纹溃散 一股距离随之向着她冲击而来 她这一剑当中的奥义有所变化 连双收回长剑 那剑身上立即演化出剑连 将那余波化解 她的身子微微一退 同时 她那双半磨的眼睛当中 闪烁着一丝惊讶的光芒 林飞此剑之威 超出了她的预料 这剑中多出的奥义并不是真龙奥义 连双稳住身形 瞅向前方 心中暗存 本来 在她看来 林飞想要和她争锋 必须得施展真龙之力才行 可不曾想林飞似乎还掌控了另外一种强大的奥义 一剑得手 林飞的身子落下 她眸光闪烁时 心中欣喜无比 果然 碎须奥义融入剑中 威力更强 此时我才触及碎须奥义的皮毛 若能再继续融会 战力定可提升一截 想到这里 林飞充满了战意 心动 奥义激动 林飞眸光一闪 在思考着连双的话语 同时 她的碎须奥义再次运转 脑海当中也浮现了通天手的观想图 砰 林飞脑海当中 观想图出现 一时碎须 那当中的奥义 变得越发清晰了起来 同时林飞也出手了 她常见移动 深入流星 携碎须之意而去 刷 剑很快 如同流星 剑间锁过 爆发出强大的力量 碎须量当即终于一点 在出手时 林飞的心也在思考 她心念移动 剑的气势再变 那剑间汇集的力量更加的强大了 那碎须奥义 如同凝聚在这一点 砰砰 常见锁过 虚空在崩碎 虽然那崩碎的区域很小 很快就会被修复 可林飞是真的达到了这一点 这一剑 当之无愧的可称碎须 她已经触及了里面的奥义 变得比之前还强了 连双眸光一鸣 那手中常见移动 剑势也是突然一变 只见得她那剑肩上 泛起了金色的光纹 这是武行剑术当中的金之剑纹 金代表着剑印 也代表了锐利 金之所过 可烈苍穹 连双这一剑出 锐利无比 如撕裂了虚空 直接就和林飞那一剑 对上了 叮 两剑交锋 发出清脆的剑鸣声 那音波刺耳 所产生的余波席卷开来 倒到灵力 让虚空扭曲 那种恐怖的波动席卷而来 如蔑视洪流 便是林飞都眉头一跳 她感觉手腕一颤 有距离冲击而来 一股气息冲击 如同利刃斩在手腕上 惊讶之下 林飞的身子连忙后退 再看对面 连双的身子也是连忙后退 她那蓝色长剑上泛起的金色光纹溃散 其实微微减弱 不过 相比而言 她比起林飞却好多了 可台下的人确实瞪大了眼睛 不可置信地盯着台上的林飞 怎么回事 刚才连双师妹还在指点林丹师 怎么再眨眼间林飞丹师就可以和她过招了 众人差异无比 瞧刚才这一击 林飞似乎也没有差多少啊 看来是我们小瞧了林丹师啊 黄蜂等天才男男道 不错不错原宗主抚须而笑 看来林飞还领悟了一种强大的傲益 那力之所及 非一般傲益可比 方态上长老道 这小子进步还真快啊 正风主一笑 他依稀记得林飞在水源风时的场景 那时的林飞才初步掌控坚毅罢了 谁想到 再短短几个月间他就那么强了 不过林飞越强 他们也是高兴 此刻 对于接下来的交锋 他们更加期待了我刚才施展的已经是天丹大城的剑道奥义 没有想到 他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可与我争锋了 连双眸光一鸣 当中有着难以察觉的惊讶之色浮现 要知道 他已经达到了天丹圆满进 那剑术之强又岂是林飞可比 可是 刚才林飞这一击 真的很强了 而且还有进步的空间 看来想让他全力出手 我也得再加些力了 连双眸光一鸣 不错 不过接下来 我便不会太客气了 只见得连双玉手一扬 长剑上剑文吞吐低声道 此时 他整个人凌厉如剑 散发出一股让人忌惮的气势 见此 林飞眸光一闪 不由深深吸了口气 感到了一丝压力 他知道 连双是要真的强势出手了 接下来的交锋必然更加的猛烈 也好 那么我就是事 我到底有多强的战力 林飞眸光一闪 玄机说道 连双师姐出手便是 好 连双眸光一鸣 而后 只见得他玉手一扬 身边有着剑文缭绕 剑文凝聚 化为了一朵金色的剑连 这剑连旋转 散发出灵力的剑气 才一出现 林飞就从当中感觉到了 一股近乎圆满的剑道奥义 去 连双手中的长剑一引 那剑连呼啸 便是向着林飞而去 剑连旋转 当中的剑气 却是如同利剑呼啸而出 斩向了林飞 刷 刷 一道 两道 百道剑连之半斩去 连连不绝 简直如同剑语 要将林飞给淹没 每一道都极强 再者 在这些剑伴呼啸而去的时候 那剑连旋转而去 也是卷起了一片剑气风暴 袭向了林飞 如此一来 便是等于有两道攻势 在等着林飞抵挡 连双师姐 这是动真格了啊 剑此 台下的方圆眼皮一跳 连双此剑 俨然已经触及了天丹人满进的奥义 如今他这般强势出手 才迈入天丹小城的林飞 能抵挡下来吗 第三百五十九章谋杀情郎 连双师妹这是要干什么 是要谋杀情郎吗 剑得那满天的剑连之刃斩向林飞 连宠眼皮一跳 不由道吸了口凉气 如此攻势 便是天丹大成静的修者都无法抵挡 以此对付天丹小城的林飞 不是欺负人吗 到了此时 他丑相林飞时不由露出了几分同情 被这么一个情绪难以琢磨的女神看上 也不知是福是货 不过就算是福 只怕也无福消瘦啊 他心中打了个寒颤 因为连双这一剑太强了 若是他的情人以这么强势的手段来磨砺他 连宠还真的怀疑自己能否消瘦这美人恩 这林丹师好可怜 便是方圆也不由道吸了口凉气 这连双师姐美是美 气质更是独一无二 可如此脾气让人怎么受得了呢 其他师兄弟也感觉连双太凶悍了 极具女王范 这等女神 只可远观 黄蜂低声道 此时比赛台上 林飞也是一脸肃然 这等攻势 远远超过之前 林飞眸光一宁 连双这次出手 剑是真的太强大了 仅仅是剑连所迸发出的剑刃就让他感觉到了无力 何况后方还有着气势更强的剑连叙事待发了 得用真龙之力了 到了此刻 林飞也不敢大意了 若再不动用真龙之力 真的很难抵挡这种攻击 您我真龙之力 林飞眸光一宁 在他体内 那折服的真龙血气 终于是被他给运转了起来 不过 他仅仅只是运转少数真龙血气 当真龙血气运转 林飞的气势突然飙升 在他体内 血气翻滚 如真龙在冲击 似有无穷的力量要爆发出来 当这力量加深 林飞战意凛然 他瞅了一眼那瞬息要将自己淹没的剑语后 那身子猛的移动 如真龙腾飞 持剑杀向了前方 同时 他心念转动 那流星傲义之文弥漫 飞向前方的速度突然变快 流星剑之真龙碎须 低沉的声音从林飞口中吐出 吼 长剑刺向前方 却发出了龙啸之声 他速度极快 如同流星 却又凶猛无比 好向真龙扑去 砰 剑光锁过 前方的连半支剑溃散 根本不堪一击 然后台下的人便是看到 林飞的身子如同流星划过虚空 奇快无比 以迅猛之势出现在了那剑连前 好快 好猛 简直如同真龙 台下的修者皆是已经 出力了吗 连双眸光一凝 砰 也就在此时 长剑击在剑连上 发出了猛烈的交锋 只见得光芒乍响 那剑连崩碎 根本就无法抵挡 林飞这一击 被击溃了 见此 许多人谋入惊讶 林丹师就算不动悬林之宝 那战力之强 也可以堪比天丹人满尽了 在惊讶之余 许多人内心震撼无比 看来 之前他们是真的小去了这个炼丹师啊 剑连崩碎 可林飞之势依旧 常剑带着碎须之力 直刺前方 那长剑锁过 剑其呼啸 道道如同狂龙席卷 每一丝都如有万钧之力 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起来 好强大的真龙之力 绝非修真龙之气可以 他 龙族后裔 连双眸光一闪心中暗寸 只是 拥有龙族血脉的士族 却无人姓名 难道 他只是获得了一些龙之精血 连双眸光闪烁 表情不多 依旧冷艳无比 可是内心却已经是思绪起伏 在心绪起伏时 连双手中常见一动 再次出手 刷 这一剑展出 蓝光乍现 不等众人看清楚这道光芒 他便已经穿过了虚空 出现在林飞眼前 这是击溃贺天明的那一剑 有眼尖的天才眸光一闪 便是发现了连双这一剑 与之前一样 是那一剑吗 顿时 场中的人都屏住呼吸 紧紧的盯着前方 因为他们知道 这一剑出 才代表连双真的权力出手了 至于刚才 那都是连双随意出手罢了 咕噜 在高台上 赫天明咽了咽口水 双眸紧紧的盯着前方 此时他很紧张 这一剑 正是击败他的那一剑 此时感应而去 此剑依旧是如此的空灵 这一剑 不沾人间烟火 看起来很飘逸 如同那吕燕云 轻柔而优雅 可是 他当中所蕴含的力量 却让赫天明此生难忘 剑光闪现 真的太快了 灵妃此时已经深入流星 与剑相容 他的速度已经够快了 却依旧无法和连双这一剑堪比 饶使他的灵魂感知极快 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 这蓝色的剑光袭来 可不等他多想 此剑已至 砰 蓝色的剑光七进 在灵妃眼瞳当中不断放大 凭借着心神感应 蓝色剑光当中的气息涌入心内 那是一种空灵 飘逸的气息 此剑如来自天外 不应存在人间 又好像是一个幽怨的神女 随心一剑 不沾一丝烟火之气 丁 蓝色剑光积来 和灵妃的常剑交击 发出了如同金属邦的声音 也是此时 灵妃神色一变 在这道看似 不沾一丝人间烟火的剑光当中 有着杀气内敛 灵力无比 那剑莽所及 灵妃那常剑受阻 碎须之力都被击溃 他感觉到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击而来 对方这一剑太强了 在不断瓦解灵妃剑中之力 这好像是一股意志 又如同神通 让人不可抵挡 哼 仅仅是瞬息 灵妃剑中的力量溃散 而后 他的心神受创 剑与人如遭重击 便是道飞而出 好在他自己这一剑之力也是极强 化解了连双那剑中稍许力量 饶是如此 当灵妃道飞而出 那体内气血翻滚 依旧是有着一口心血突出 除此外 那蓝色的剑光并没有消失 正趁是席向灵妃 那剑光眨眼僵致 不然想象 若是被这道剑光击中 他会不会就此陨落 灵师弟 见此 袁崇一脸惊慌 连忙起身惊呼 我去 这连双师妹是要谋杀情郎啊 在为灵妃担心时 袁崇也是忍不住叫骂了一句 在切磋时 施展如此一剑 不是要灵妃的命吗 这若是魔力 还真让人后怕 如此一剑 当真不可匹敌吗 一个个天才起身 都被连双这一剑所镇住 先前 可天明那天猎一刀何等狂霸 可是在连双这一剑之下 不堪一击 如今灵妃这一击快如流星 是如狂龙 也是不可小觑 可是 在连双这一剑之下 依旧不堪一击 一时间 连双之剑 让人感到忌惮 连双之名 成为了不可战胜的代名词 这一剑的确很强 以非天单净修者可恶 高台上 几个长老也是一脸素人 灵妃终究还是修炼时间太短了 原宗主一叹 他大手一动 便是准备出手援救灵妃于危难中 堂堂神辅进强者 在如此短的距离内 完全可以在刹那间改变战局 不过 就在原宗主要出手的时候 灵妃眸光一闪 身子到飞之时 那手臂之上 浮现了龙铃 一股强大的真龙血气被牵引而出 好强大的力量 这力量才一运转 就被原宗主发现了 这种强者已经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心神一动 可洞察秋豪 便是别人体内的气息波动都能感应到 在感受到灵妃这力量波动后 他便是停止了出手的意思 便在此时 只见得灵妃眸光一鸣 那手臂猛的便是向着前方一叹 真龙手 碎须 低沉的声音响起 下一刻 灵妃的手臂突然延伸 足足拉长了七尺 他那手掌上龙铃遍布 化为了一只龙爪 真龙手 是大唐帝国李氏的真龙手吗 他这是要以真龙手抵挡那剑芒 我去 他不怕手臂被斩碎 当这龙手演化而出 场中立即有着惊呼声响起 许多人内心在狂跳 显得紧张无比 如此一击 若是稍有差池 灵妃的手臂可就要废了啊 若他的手臂废了 还可以炼丹吗 也有人满脸担忧 炼丹 一手掌火 一手投药 缺一不可啊 灵丹师 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情啊 一些本来并不怎么关心灵妃的弟子 不由祈祷了起来 你的手 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手啊 也就在此时 众人便是看到灵妃那龙爪手握起 化为拳头直接与那道蓝色的剑光轰击了过去 哼 一声巨响震荡开来 众人便是看到 那交锋之地 光芒绽放 但随着的还有着浩浩荡荡的巨浪 那起浪狂暴无比 简直如同狂龙冲击 那些距离比赛台近的弟子 都被那巨浪冲击 整个人被震飞了出去 咚咚 场中混乱 许多人被震飞 口中吐血 可是这些人完全顾不上自己的情况 他们眸光闪烁 第一时间瞅向了前方的比赛台 灵丹师没有事情吧 他可千万别有事情啊 许多人祈祷着 呼 站台上 余波席卷而来 灵妃的手臂一颤 也是被那强大的力量冲击 不过因为他的手臂演化出了龙龄 倒是没有什么大碍 可是他的身子还处于倒飞的状态 不等他做出反应 那余波立即便是如同洪流一般卷席卷而来 无奈之下 灵妃只得演化真龙之身 下一刻 他全身浮现了龙龄 第360章 我还没有死了 砰砰 当龙龄浮现 那余波刚好冲击在灵妃的身上 在这种浩瀚的余波冲击之下 灵妃的身子在此一阵 便是直接飞出了百米之远 体内的气血在翻滚 他又吐了一口鲜血 不过还好 他身有龙龄护齿 那血肉 筋脉 都无比坚硬 看比灵宝 要知道 灵妃可是已熬前龙王的真龙精血催炼体魄 炼就了真龙之身 他的体魄之强 其可等闲时之 再者 他的血肉筋脉当中都有着真龙血气 在受到外力冲击时 这真龙血气被激发 会自主地抵挡那种冲击力 所以这种余波并没有让灵妃真正受伤 此时也只是因为仓促间出手 血气一时没有控制好 才吐血罢了 若是在正常情况下出手 此时的灵妃 根本不会受到一丝损伤 甚至还有着城市出手之力才是 可在外人看来 灵妃却无疑是受了重伤 反观另外一边 连双眼化了五行剑连 互在周深 那巨大的剑连七旋搅动 再化解那些余波 可是 依旧有一朵剑连被冲溃 好在他对五行剑连的掌控极强 连忙牵引另外四朵剑连抵挡 四朵剑连呼啸 剑气如漩涡 将那浩瀚的余波不断吞没 化解 如此 连双才免于受伤 可饶是如此 他的身子也是被震得连连后退 体内的气血在翻滚 这真龙之力好强 他难道真的是龙族后裔 在丑向前方时 连双那眼睛当中尽是惊讶之色 若只是获得一丝真龙精血 怎么会那么强 要知道 真龙也有强弱 一般的真龙精血也并不就那么逆天 除非那真龙实力惊人 达到了超出常人所能企及的境界 可是 这林飞一直在难慌 能有机会遇到那等存在吗 莫非是在那坠心山脉有所获 连双心中暗存 他刚才施展的神通 好像非同小可 带着几分狐疑 莲双的视线落在了前方那摔落于比赛台边缘的林飞身上 他受伤了 在乔德那口中吐血 一山蓝里的林飞后 莲双眉头微微一皱 似有愧疚之意浮现 林丹师 而此时 台下那些天才惊呼 林丹师受伤了 吐了那么多血 他这伤势看来很重啊 在乔德林飞那一山染血的模样 场中的人担忧不已 他的手了 他的手碎了没有啊 有天才惊呼 莲盲问道 我去 你还有没有公德心啊 咕这时候了 还问他的手有没有碎 有人鄙视道 林丹师这不是我林云宗的瑰宝吗 他的手要是废了 岂不是扼杀了我等成为强者的梦想吗 那人一脸委屈的说道 我去 他伤得那么重 是手的事情吗 你应该担心的是他会不会死了啊 那人挑了挑眉说道 手废了一只 还可以将传承留下了吗 可是 他要是死了 就是真完了啊 我去 你才没有公德心了 文言 当才那人 连翻白眼 一脸鄙视的说道 没有见过你这样不要脸的人 不过 林丹师你可千万别死啊 虽然口中鄙视 可是此人立即满脸担心 向着比赛台感应而去 比赛台上 林飞落地 又吐了口血 林师弟 见此 原虫皱眉 他深化惊鸿 向着比赛台略去 除此外 那个负责比赛的准原英进长者也掠上了比赛台 林飞受伤 对于林云宗而言 可是大事啊 林丹师 你伤得怎么样 我这有疗伤药 那准原英的长者连忙扶起林飞 满脸英切地说道 瞧那模样 他比原虫还着急 这老头怎么那么热心 刚才那么多人被打伤 怎么就不见他如此了 台下许多人的嘀咕道 原虫更是满脸诧异 您老是林师弟的族人 原虫在旁边询问道 什么族人不族人 大家都是一个宗门的人 本就是一家人 自然得相亲相爱 那老人义正言辞地说道 被这老人如此搀扶 这新的询问 林飞也是一正不过 此时他在稳定体内的气血 倒也没有急着说话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看来林丹师伤得很重啊 见此 那老人却是皱起了眉头 满脸担忧 鼻孤道 要是林丹师重伤垂死 我以后找谁 要丹药冲击远英静啊 我的强者之梦啊 啊啊啊啊 他心中悲呼 而后满脸哀怨地抬头 瞅向了对面的连霜 这丫头 怎么下手那么重 不是说好的 和林丹师郎情介意吗 这老人都想哭了 林师弟 你没有事情吧 见林飞不语 原虫连忙也是凑了过去 摇晃着林飞的肩膀说道 本来在调整气血的 林飞被这般摇晃 他眉头一皱 只是 见林飞皱眉 原虫却是心慌了 不会真的重伤了吧 原虫眸光一动 回头瞅向连霜 道 连霜师妹 你这下手也太狠了吧 这原虫如此责问 使得下方那些观战的修者都慌了 林飞丹师不会真的要挂了吧 许多人心中暗存 瞅向连霜师多了几分忧怨 这女神 怎么能这样了呢 你不知道林飞丹师 是我们林云宗的瑰宝吗 许多人很郁闷 却也不好意思开口责问 毕竟那可是女神啊 一道道 眸光汇集在连霜身上 只是 此时却并不是汇集万千爱慕了 这让连霜感觉莫名其妙 林飞应该不会伤得那么重吧 连霜心中错愕 刚才出手 她可是清晰地感觉到了 林飞那一技之力 能发挥出这般攻势 她想必还有余力 就算在猝不及防之下被余波伤及 却也不会重伤垂死吧 不过 在她看来 林飞伤筋动骨还少不了的 毕竟那等余波冲击而来 想不受伤都难 刚才出手 确实是我所料未及 连霜一脸歉意 首先 她会出那强大的一件 是因为林飞动用真龙之力 她不得不如此出手 其次 就算林飞败 她也知道原宗主等人会及时出手 可谁会想到 原宗主等人居然没有出手 连霜道歉 可是原宗依旧一脸哀怨 丑向连霜时 露出一副你不再是我女神了的眼神 而后 她再次摇晃林飞 道 林师弟啊 你怎么样了 要不先吃一颗疗伤丹药 我这里有续筋丹 还有止血丹 她满脸担忧 因为林飞这身上染血的模样 真的是太惨了 让人不忍 磕磕 我还没有死了 被原宗这么摇晃 林飞终于是咳了一声 开口说道 而后她试着用力 站了起来 没事 原宗一愣 开始仔细打量着林飞 旁边那老人也是 她虚发都白了 已经一百多岁了 她在准圆阴镜太久了 真的很希望门中出一个单王练出灵丹 若能踏入圆阴 她此生足以 你看我像有事情的样子吗 林飞起身 伸了伸手 说道 不顾一点轻伤 我好好调养就好了 事实上 林飞此时已经无碍了 只是众人都一副认为她要挂了的模样 她若如此说 只会浪费口舌 要多解释一番 所以才这样说 没有事 听得此言 众人错愕之余 心中也是一喜 还好 林丹师没死 她获得的传承 也可以传给别人 有人嘀咕道 没有功德心的家伙 顿时 有人鄙视道 同能要相亲相爱 你怎么能一直想着丹药呢 咦 林丹师的手没有事情 哈哈 她的手没有事情 不过 就在此人开口时 她突然发现了 林飞那抵挡 连双那一剑的手臂无恙 顿时她忍不住开怀大笑 手没有事情 林丹师就可以继续练丹了 我去 你不是说不要想着丹药吗 旁边的人白眼道 我这不是在为林丹师高兴吗 此人义正言辞地说道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此时 场中数万人都松了口气 直到此刻 他们才发现自己是那么想要 宗门内有一个炼丹奇才 你真没事情 你怎么那么厉害 居然能抵挡下连双师妹的那一剑 台上 原虫高兴不已 她垂了下林飞的胸膛说道 小子 下手别那么狠啊 你要是把林丹师垂成重伤了怎么办 旁边的老人连忙拉开原虫 大叔 你别这样啊 我会懂得分寸 原虫连忙道 你给我下去 那老人将原虫赶了下去 别 我这还要和我师弟聊聊了 原虫郁闷 却被赶了下去 我有那么柔弱吗 见那老人的样子 林飞一阵无语 不过就是吐了两口血 怎么就搞得一副随时要挂了的模样 甩了甩头 林飞眸光一动 瞅向了前方的连双 此时 台上就剩下林飞和连双了 此时 连双眸光微动 在乔得林飞无恙后 那嘴角也是难得的勾起了一抹淡淡的笑容 真龙手 的确名不虚传 连双一笑 御守清理着那蓝色的长发 说道 连双师姐剑术超然 师弟佩服 林飞拱手道 至此 他都难以忘记连双那一剑所拥有的气势 这一剑所拥有的气势